最后分享一个事情吧 其他没有了 这最后 2017年年底 我同事师兄和我谈起了心灵法门 之后我一直关注师兄在朋友圈发的师父的开示 觉得非常有道理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台长就一直在梦里点化我 第一次梦见师父脱手在烧小房子 我很不解 第二天我问师兄 原来师父是想让我赶快念小房子还债 然后事隔不久 我再次梦到了台长 梦中台长拼命的在救度众生 梦中还让我看到一个像电子书一样的东西 因为当时没有接触法门 所以不能理解 第二天问了师兄一看 原来师父是让我看白话佛法的电子版书 感觉当时我真的非常的遗失 真正打动我的是第三次 师父在梦里为我慈悲看图层 告诉我很多事情 但我一定要快点皈依观世音菩萨 要说五戒 不然我会出大事的 其中有一件事情是我的一个心结 我原来有皈依过上海真如寺的妙灵法师 觉得是净土 我跟师兄提起过一次 师父 师兄就是在 师父在梦里竟然还和我说 原来修净土没有关系 如果你心中有心结的话 可以让妙灵法师去找卢台长沟通 梦中大体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太神奇了 台长竟然连我之前皈依过的师父的名字都说出来了 让我太震撼了 醒完之后 梦里的情节才立意在目 后来我就找了师兄拿到了 心灵法门开始修了 师父的法身太厉害了 到处就有人 感恩师父 然后短短的几个夜学佛 我自己明显有了变化 比如我不和父母顶嘴了 我浪费粮食了 念经之后我运用法门的三大法宝 给我儿子念经 放山 许愿 困扰儿子三年之久的慢性鼻炎 居然好了百分之九十 坚持给儿子念小房子 放山 许愿 儿子考上了七重年的高中 这个在老师看来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儿子做到了 现在一直关照儿子不要吃活的海鲜 慢慢他也知道吃活的对他不好 慢慢的都在改 也比之前听话很多 佛法不可思议 佛法真实不虚 我有好好师父 修心才可以报佛 感恩师父 感恩关心 你看师父法身厉害吧 好厉害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 都把他之前皈依的师父的名字 直接报出来 他一开始是怀疑的不修的 他第三次师父说的 把法师的名字 他原来的法师名字都说出来了 然后他后来就开始修了 这太厉害 太厉害了 好好修了 好了 小丫头 好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